大家早上好,我是你的身心灵健康教练Vinet 如果你今天减肥,就在想着我减肥下来会不会富胖,我减肥下来会不会反弹 这样子的信念让到你在还没开始减的时候,其实就注定失败了 为什么呢?因为你一开始的信念就想着会不会失败 这时候你的行动力是不会100% 你是不会激发你的潜能,你不会激发你显到健康的那个欲望 因为你一开始就告诉自己,我会失败,我会富胖,我会反弹 这时候你的行动力其实甚至是20% 50%,甚至更低 所以这时候你要想的,当有这样的念头出来的时候 你又要告诉自己的是,我一定会越来越好,我一定会越来越健康 我一定可以达到我想要的理想身心,理想体态 或者是你去听更多关于他们达到健康 他们维持自律已经成功很久的人 这时候他们的思维会管有所不一样 他们这些话就可以激励你,改变你的自我对话 改变你错误的信念,改变你对于胖,对于不美,不健康 对于现在你这个形态的所有的思维定式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感谢,感谢,感谢你